這是我不知道 這是據他們都這樣講 說這教我都不睡覺的 都在寫文章 很年輕就出錯等生 不是很堪然 是真的讚的 所以太厲害的一個人 所以他過世的很早 大家知道他69歲就過世了 69歲就過世了 然後我曾經寫過一個紀念性的文章 我念給大家 大家會覺得很感傷對不對 這個世紀開始的第三天 老天爺就奪走了兩個 可以引領我們認識台灣的人 老天爺有多不公平 那年死 同一天死掉兩個 都是69歲 一個是張公子在波士頓一月的時代 一個是許常貴在台北死掉 兩個都69歲 對我們態度好 所以我覺得很生氣 要怎麼辦 你看多漂亮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放給你們看有沒有 1930年 日本人挖了那個石棺裡面出的東西 日本人至始至終不知道這個是台灣運 日本人一直以為這個運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運 他一直不知道這個是台灣運 所以他到處拿去做分析 一部分的資料拿到日本的關係大學去 我們確認台灣運 我的老師袁趙梅教授做的科學分析 台灣運 而且我們現在一看也知道是台灣運 為什麼 台灣運有黑斑 有黑斑 裡面含一種成分 我們知道應該要念個還是念弱 一個金在一個個別的個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是台灣的特色 這個是我們現在把台灣運追到東南亞去 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依據 因為為什麼 世界上只有另外一個運 運跨海有個在義大利 大概不會三千年前義大利跑來東南亞 應該是從台灣去吧 而且義大利的顏色不長這個樣子 我們得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變小 所以這個很精采 有共在跟大家談這個 東部的生活風潮有很漂亮的紅柴 對不對 然後放給大家看 這個很漂亮的紅柴 這個都是我年輕的時候採集的標本 1990年代的初期 然後這個新時期時代的玩具 台灣大放一層 從福建搬到台北來的人 住在茲山岩宇室 現在的茲山岩宇室 住在茲山岩上面 當時台北湖的湖邊 船就開到茲山岩的邊邊 這群人就住在台北湖裡面 這種中心 台灣別的地方很少 一部分會跑到 從新竹苗栗 一部分會跑到台中來 然後進入一份 他的這個系統的人很快 然後呢 這樣的圖形 蒸套的東西 我們現在目前看得到 馬祖友 敏江湖友 敏東友 蔗南友 叫做黃瓜山湖 誰告訴你 後來沒有人來台灣 3600年到3200年間 有人來台灣 他來台灣幹什麼 住在台北湖裡面抓魚 然後跟當地人做生意 然後帶來一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 一路從台北辰地的南側 下桃園過新竹出苗栗到台中 這群人的幹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現在還是不知道 這群人的會神 為什麼要來台灣 台灣地無其貨 他來幹嘛 所以很怪 這群人最後到哪裡去 我告訴你 變成台灣了 是3000多年前的怎樣 1949 你相信非常清楚 3000多年前的1949 他來的人是佔台灣的少數 但是文化非常高 文化非常高 說一路吃進這個 從桃園一路殺下來到台中 他就跟人家 我不曉得他跟人家搬什麼東西 我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 本人的智商眼報告還沒寫完 所以我就畫了一張台北的圖 我是這個圖畫的圖畫 各位看到沒有看到 黑狗大風 這是這本書的mark 黑狗大風 因為有一隻台灣土口 在那裡跑來跑去 這個地方畫得很好 這個地方的確就是 智商眼當時的樣子 可是這邊畫得不好 因為這裡畫的人把這個地方 一筆就帶過全部都是誰 這不是 這個地方是哪裡呢 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蔣介石先生的範地 那他當時住的地方在水裡 所以我告訴你 時間回到三千多年前 我們所有中逢住的地方 都在水裡 所以你們不要緊張 卡古家有特殊的 看待事情的方法 好 這個是台中的櫻谷 嘴邊放放就好了 你們比我知道得多 這個南庫的這個鳳屏頭 然後再過來 可以拿對不對 然後再過來 飛南的做玉器 這黑口大風化的 好 再過來宜蘭的碗山 宜蘭的碗山 你住的時候 他還在哪裡 還在羅東跟東山鄉之間 好 再過來 後果然還要放一個玉器給大家參 你們有沒有注意 新世紀時代晚期變得非常複雜 有沒有 我剛剛從台北 台中 台南 一路往南放 然後照過東邊往北放 你要我放幾個我就放幾個 每一個地方都不一樣 我們的陶器全長都不一樣 台灣的文化怎麼樣 從新世紀時代晚期 開始發生大量的地區性的變化 我個人認為 這是台灣原住民複雜的原因的起因 的時間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 然後金屬性跟金屬併用時代 然後十三行大家都很熟悉對不對 我放給大家看 他做的調情已經跟人家很不一樣了 這調情 你說十三行大家都以為這件比較漂亮對不對 我告訴你最漂亮的是這件 最漂亮的是這件 這一件陶器是雙層樓孔雕刻 這是底層 這是上層 上層貼在底層上面 把上層用雕的樓孔的雕刻 台灣的陶器技術 應該是以這一件 比不合格 我看過的陶器 台灣的陶器上下中橫六千年 沒有看過樓孔雕刻 很可惜這一件陶器難貨 這是修夥 我自己親手挖出來的 這個也是我親手挖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比他漂亮 那這個臉長得有一點厚大 有沒有看到 他出土的時候旁邊何不言 也出土一個青紅情 躺著 那個臉也長得厚大 那臉正是1992 也很會相生學者 很麻煩的事情 這個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2008年我挖到一隻馬 可這個是真的 2008年我在台南的水骨頭椅子 挖出一隻馬 很整 所以上一次選舉很多人問說我沒有挖到一個菜 這很有趣的跟大家開玩笑 因為考古家有時候常人家問我有沒有靈異事件 我做的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東西開始進來臺灣2350年 然後最後在臺灣硬著 另一波大鼻是800元 黃金 玻璃 瑪瑪 瑪瑪 那你說臺灣人拿什麼跟人家換這個 臺灣硬 知道嗎 臺灣硬 拿臺灣硬跟人家換這個 我寫了一篇長文章 討論這個問題 好 等一看 他們做的鐵 鐵器對不對 然後 這現在已經知道青銅器也是這裡 臺灣自己做 有模子 然後青銅的湯池 這個不是 這種不是 這種東西 劉金金銅碼是在中國大陸做的 然後他的彼此之間的那個外來的交通機器 在十二義在這裡 他會出苗栗的陶冠 會出台中的陶冠 會出花蓮跟蘭嶺的陶冠 會出這個花蓮的陶冠 這個就麻煩了 然後下一張 你看這些東西到底哪裡來了 大概在這個系統 環南海的交通跟交換體系來了 直上海文化有的 自殺的交通跟交換體系 所以林武 那劉老師 一千多年前 他民住民不是都在山上不會動嗎 誰告訴你都不會動 他民事開著船到菲律賓去 搞不好在那邊還有二奶 這個不是我講的 為什麼 何蘭嶺老早說得清清楚楚 中國人來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是再結一次婚的 他在大陸原來就有太太的 他來台灣再娶一個女人 或者是再嫁給一個女人 你知道我是學著內學出身的 我很難畫那個中國男人 跟這個他在大陸的女人 跟他在台灣的女人之間複雜的那個 親屬關係 那個親屬素 親屬圖我不太能畫 很複雜的 這個不是我講的 何蘭人的熱蘭這城之字 顯得清清楚楚 他能進來台灣 為什麼能夠 為什麼能夠很順利的 切入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婚姻關係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怎麼辦 所以 這個是很 而且這種事情不是現在才發生 也不是三四百年前荷蘭人來才發生 而是事實上我們現在很清楚的看到 是發生在2300年以來 台灣跟環南海體系 複雜的這個交通系統關係 我們從玻璃 青銅 瑪瑙 這些很特殊的 跟現在我們稱為中南半島 應該稱印製半島的 這個系統的非常複雜的關聯 我在日本 招惠民旨大學發表的那篇文章 我談的是從這裡到這裡 到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叫做比萊亞 從越南的中部 就是我們歷史上講的叫 槍法 詹佛 從槍法這個系統過來到這裡 到比萊亞 從比萊亞這個系統再過來台灣 這個東西我們台灣沒有人做研究的 我們沒有人做研究 為什麼 台灣研究的人不會寫字 所以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記錄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地裡面埋藏出土的東西 讓我們清清楚楚知道它是存在的 所以我才會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這張圖也是顯示怎樣 它能來跟時尚文的人貿易 它的大船停在外面 然後小船進來的情形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絕對認為這邊東西寫的是台灣 很多人都說 很多人在討論的 歷史學家都勸我小心一點 我說我不要小心 為什麼 我都挖到這些東西 我會怎麼樣 小心呢 他講得很清楚嘛 地勢盤窮名目合報 至澎湖望之盛進 大家怎麼討論澎湖是哪裡 就隨便它啦 這是為什麼琉球沒有那麼高的山嘛 就是很簡單 土頌田或宜架設 琉球的土地根本不會這個樣子嘛 大家讀台灣史大家都知道 看來剛來台灣種稻子的時候 怎麼種 怎麼都倒地啊 為什麼 因為太肥了嘛 太肥了所以那個骨質的那個顆粒絕對太重了 所以怎樣撐不住 就倒下來 所以不能施肥 那時候怎麼可以施肥呢 所以一下氣候減暖 俗以澎湖差異 水無周極以伐氣 這沒有傳嘛 這跟我們的概念是一樣的 男子戶神全法 五花腹為山 煮海水為鹽 釀浙薑為酒 你看他什麼都有啊 對不對 支班族酋長之尊有父子鼓入之翼 怎樣 有親屬制度 有社會制度啊 對不對 泰國之人糖有所犯 則身割其肉以蛋之 取其露生木肝 大家都說啊 這完了 會讓人知道 我請問你現在哪一個國家不殺人 只准美國跟大韓民國聯合軍演 不准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演習 你已經做好核子彈頭 你不准別人做 這是什麼事啊 我覺得我最佩服 朝鮮足球隊的隊主 記者問他 你們北韓怎樣 他說對不起 世界上沒有北韓這個國家 只有一個叫做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們要把大韓民國幹掉 這個朝鮮半島自來就是三個國家嘛 你們唸書不是都這樣唸嗎 高麗辛羅百計 什麼時候只剩下一個大韓民國啦 那個只有中華民國在重慶的時候 才叫做大韓民國一個 本人有限的歷史知識告訴我應該是這樣 從此以後就不是這樣 從此之前也不是這樣 越南本來就是三個國家 你硬要叫人家變成一個國家 所以會打仗嘛 打到最後就是北業比較強嘛 本來從歷史上就是北業比較強嘛 所以我們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地產山金黃豆 蜀子流氓 黃辣路 暴徒平 貿易 要跟他們貿易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挖的土豬 瑪瑙 金豬 粗丸 楚州 慈情 對不對 全埋在考古遺址裡面 誰告訴你歷史不存在 存在的啊 為什麼 只是他不會講話 他沒有告訴你啊 但是要你叫他講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 從考古家的一個大的基本概念 你看 開圓通寶怎麼來的 不管怎麼來的 到了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到上面的社會裡面 它就不是錢嘛 他每一個開圓通寶都上面都鑽個洞 有沒有看到 他說在圓的這裡鑽個洞 所有的開圓通寶都在圓這裡鑽個洞 幹什麼 掛在這裡嘛 聽聽噹噹會想 錢到另外一個不是錢的社會 它不一定是錢 而是一個價值的象徵 好 然後再來看看 有趣的 看不看同年當 跟阿美族的印母一樣 這下子我多大了 你知道嗎 我蘇醒不管 好 然後再來看 你看 楚州石器 有沒有看到 你說劉老師你去哪一家古董店偷來的 我告訴你 大噴噸椅子 食尚按摩發聲畫出來的 怎麼樣 援朝的飛鳳骨 清澈 檢得正 怎麼樣 可以吧 誰說台灣沒有 你不知道的東西不能叫沒有 所以它存在於位置 所以我寫過一本書叫存在的位置 雖然被罵了要死 他們以為 邁德恩以為是選哲學的 既存在又位置 然後我說我很簡單 它就是存在的位置 這個東西它存在 你不知道 所以叫存在的位置 好 你看 南部地區怎麼樣 那你問我 我就告訴你 南部地區出這個啊 青銅刀餅啊 台灣族的祖先流傳的古物 流傳了一千多年的古物是什麼東西 它有一直挖出來的東西 然後 南語達悟人的 宋朝的碗 宋朝的碗 我最近呢 我沒有框上去的 在花蓮溪的溪空 這個地方 出清澈 徐英宙先生的女兒 徐紹英 在南語發現 高歷親子 我們已經不知道台灣是什麼了 對不對 這都是什麼時候 都是沒有文字的時候的歷史 所以你真的要覺得 荷蘭人來台灣才有歷史嗎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一再的希望 台灣的歷史是有延續性的 這個我不講 這個圖我以後會講給你們聽 這是非常精采的 這個沙納賽人的故事 我會講給你們 其中有一堂會講 所以其實呢 文字記錄歷史 也不見得能夠記錄所有的東西 歷史考古學的彈勃發展指出 很多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現象 我告訴各位 這條磚牆是黃色磚 陳冠培記的結果 阿姆斯賀丹來的 我們文獻從頭到尾寫了 是哪裡買來的 哪裡買來的 我告訴你 我地裡面挖出來是阿姆斯賀丹來的 那你要怎樣 你只能相信他 你不能不信啊 為什麼 你只能夠說 孔子有時候也會忘了寫字 不是公子啦 司馬前 公子也做春秋 不是嗎 好像是 他司馬前寫的是史記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所以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 很奇怪的寫牆對不對 我告訴你 常大穆系的德國教授 非常的厲害 他就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出什麼 出這個東西 大家都不認得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台灣 最具象徵性的轉口物品之一 叫做卡拉克池 我們不知道啦 為什麼 因為這是東亞賣到歐洲去的 最重要的物品其中的一樣 我們不用這個東西 為什麼 我們吃東西不是這樣吃的 歐洲人吃東西是放在一個大盤子上面 每一個人身上拿的是刀子跟叉子對不對 所以就往大盤子上面招呼去的 那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比較細緻的 我們用筷子 我們用湯子 對不對 這個不太一樣 他用這個大盤子 這個叫做卡拉克盤 沉船裡面有 新加坡的國教博物館裡面典藏的 怎麼來的我們不知道 這是我們在熱門的情況之一 因為我們從來不散 十七世紀某一個時亂的盤子 我們也可以用霧來做眼睛 所以這個事情是我們很難理解的 這歷史系的同學務必記得 大歷史學家是懂考文 我跟各位講 我的同門大師兄叫做杜正勝 他還會看考文報告 為什麼 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指導教授 高氣群是歷史系畢業的考文家 北大歷史系畢業的考文 高氣群先生的老師叫做傅斯敏 所以家學天人 對不對 從來就會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他懂 知道嗎 所以歷史系的同學也應該要懂 我問你這是什麼 日本北九州的カルチ 二產堂尖 日本北九州一種特殊的硬陶 Stockway 我們在熱蘭州什麼掛出來 硬陌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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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馬上就跟鄭成功家裡連在一起了嘛 對不對 只有鄭成功家才有用他一半日本人啦 這個年代怎樣 第六八年代 沒有問題 會稍微早一點 所以有趣 所以我們推測 17世紀後期 親頂十四進海令的時間 正式集團轉運取消是同海洋的商品 所以我畫一張有趣的熱蘭州城 你為什麼這樣畫嘛 對不對 大家畫熱蘭州城 都畫熱蘭州城嘛 我都把那個統治者畫在很遠的地方 我從哪裡 我從大元市政往上畫 這很有趣嘛 歷史應該這樣念的啦 所以就比較有趣 好 我們再來看 所以17世紀你看 17世紀台灣長這個樣子的 他應該在整個世界體系裡面 可是為什麼他在這個位置特別重要呢 就是因為他的對面就是漳州 越港 然後從漳州一路上去就是警察政 所以他主要的遲入是會經過怎樣 漳州外出的 那台灣剛好在漳州的正對面 好 那這就好啦 清朝政府 明朝政府 國藏荷蘭人到他的國家裡面 設置固定的貿易場所 所以他最貼近他的位置就是台灣 所以他就選擇了台灣 所以這些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假使說你幕後歷史考慮還能談什麼 當幕後一道國家嗎 我們看到的新港文書 我們看到的這個北投陽的這個 剛剛講的北投陽山 北投陽希臘雅的祭祀行為 一樣 在新港社的舊職 社內遺址 我們刮出來的東西 你看啊 我讓你用的剛剛的很漂亮對不對 這是賣給新港社的 而讓你賞賜給新港社的 是比較爛的張州搖 他自己用的是警得證 這是有一點可惡對不對 這個就是暗題什麼 所以我在這個水戶頭港 做的考古發掘 我不細講的 西大軍要做的發掘 我們從來 我們從來不知道 台中市燒討嗎 沒有任何文獻記錄對不對 那我今天挖出來放在那裡 你要不要相信 要啊 你不信你怎麼辦 那你去撞那個西大軍要看他會怎麼樣 所以歷史 司馬遷老早告訴我們 歷史不是只有文字寫的 才叫做歷史 所以我今天跟歷史系的同學談 我個人認為 我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這個考古學家假如回過頭 來跟大家一起討論歷史的時候 其實他是擴張台灣史的視野 然後讓我們領略台灣的海洋精神 我們不再是只有陸地的民族的個性 澄清整個台灣文化的意涵 不是以漢文化為主而已 還有很長的時段 南島性民族的文化 更早延長到九十七十單 然後改變我們自己對台灣的意向 那除此之外 我自己 你問我說我在做什麼 我自己覺得我在做這個 我認為台灣文化信和的形成是怎麼樣 我認為 你有沒有人說 你這個台灣人 都沒辦法 放油 翻刷 沒做 你不聽話 都沒辦法 還是大家都沒辦法 放油 翻刷 沒做 這個就是性格對不對 所以我在問這個性格是怎麼樣的 我是覺得說 從早期大分空文化演變而來的 南島文化體系 是一群擁有多元文化的族群 這個多元性格複雜的族群 其實和明代以來的亞洲大陸 東南亞 向外擴散的 閩南各家一起形塑了 台灣人和台灣文化的性格 所以大的概念來講 我們不但有 東亞大陸農業文明的性格 我們也有島嶼東南亞 和太平洋作為生活天地的 南島文化的這個海洋性格 所以今天我們要追溯 台灣文化的來源的話 我們不免要思考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想它 所以這個我就不細講了 我最喜歡的幾張圖 我都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巴塞 西拉雅 法巴勒 這些人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這些人到底是什麼 然後整個在1898年 我們還看得到的 卡拉曼他們後來的演變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我自己想做的 就是台灣歷史的書寫跟作成 我自己比較喜歡 我是覺得說 我應該有機會 用一個考古家的觀點 來寫一本台灣詩 來寫一本台灣詩 因為中國民族學院 中國民族大學 現在叫大學 有一個學者叫張崇登 他寫了一本 台灣四百年死 那名字我不太記得 他送我一本 他為什麼要送我呢 因為他大部分東西都是插我的 他應該要送你 他請了政大民族系的 張崇布教授 跟他的太太張張樹娟教授 跟我要的資料 我就都給了 都給了以後 我後來發現 這些東西原來都跑到他的書裡面去了 然後他書裡面 他就寫台灣的史全史 然後結果 就被這個大陸的學者 給我找一部寫 所以我自己覺得 張崇子先生講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地 認真地來思考 要如何來 陶古學家應該共同 跟大家一起共同來 建構一本基本的 還有這個台灣的歷史 所以我們一次都要問自己 我要做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可以答案是 台灣的歷史應該從自然史學起 那台中也已經有一個 拼命在寫著的 叫做律風 所以我必願他合理 一樣地去寫自然史 但是我要寫 怎麼樣 我要寫自然跟人 互動的歷史 那大家要問我說 那他要怎麼寫 我是覺得 用土地映著的寫法來寫 這個我不細講 好不好 這個就不過完 那我其實很想 放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我現在還沒有時間 大概只剩下幾分鐘 時間 因為這個 我在談的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我剛剛問大家 我問大家 這個字在這裡拿出來 那所以我就講一個 這是我做的 連續三年的研究 那我把探偶的 猶豫的人類活動史 全部禮拜 所以我從哪裡講起 從這裡講起 就是零到兩千 一律西流域巡金山復興 什麼是零到兩千呢 不是公元紀元年到公元兩千年 不是 零到兩千是海平面到兩千公尺 因為這是人從六西流域 一路爬上山造黃金的歷史 那下面的這個 這是兩個人 臉對著臉的雙人埋葬 他就是他的陪葬的導管 這是我現在的 這個是崇德遺址 我現在正在挖了他 那臉都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 我就放給大家看 我就 我的助理做一些有趣的這個 就是世代相傳的產經之地 那所以他寫了 我們要做的很有趣 好 我們要把它那個細計畫 然後呢 重返祖先手記之地的賞賞賞 彰顯我們氏族的榮樣 然後我們是如何的生存 這個黃金金黃耀眼的地方 進入多羅美人的世界 跟他們合作 採集頭床上閃閃發亮的殺金 這個有點像講故事一樣 那其實啊 在這個地方 就是從二十世紀的產經史 日本人記錄的 這個叫做Takiri 西口殺金礦場發現的金氏底 跟人物的報告 這個位置呢 我們從現在的地形圖 這是利益溪 這個地方就是從本聚落 這個呢 則是他當時採金的這個地點在這裡 好 這個是下階地 然後這個是上階地 鐵路現在從這裡這樣子過 這張三本義信這個人的礦區圖 是從總督府檔案裡面傳過來的 所以這個是叫Chess 然後再過來 他在哪裡呢 他在這個位置 在黃色的這個地方 日治時期 我們太師父國分之一 曾經在這裡 曾經利用在這裡做過調查跟研究的 馬躍東一的資料做研究 所以在二十世紀 產經紀錄裡面的這個 多羅蠻人 他們出土的東西是這個樣子 花蓮的重德遺址出土的東西 然後再過來這個是 當時國分之一先生畫的東西 我現在都已經了解他是誰 然後到十七世紀 荷蘭人魂獻裡面 記載的多羅蠻人 我們清楚的看到 中村孝子做的研究裡面 說他有三種不同的人 他們用不同的語言 然後這一群 多羅蠻可能是一個 分佈在南洋平原道 例如西口之間的人群 假如說這一些 當時人的紀錄 我們現在把它翻譯出來 我們看到多羅蠻人 跟這個達科娜美 每當天氣惡劣的時候 在溪流下游 岸邊採沙基 然後另外一群人相反 一年之中不一樣 所以我們回到十七世紀的地圖 我們看到原來在這個位置 兩千年七年到兩千年九年 我在這裡做考古發覺 因為這裡盛產黃金 它顯示紀錄的地方 所以我的發覺呢 我用水洗洗到黃金的條子 這個是黃金的條 小小的一條但是就是黃金 真的是真金不怕火源 我怎麼挖整個洗 洗出來它就是黃金色 你說它存不存金 我沒有拿去化驗 各位不知道它是不是九九九 不知道 反正從考古發覺 測定的連這些金子 你們看比例子就知道 尤老師你挖這個金子 比史那麼大 可是我告訴你就比史那麼大 它上面的製造痕跡就告訴你 這個東西是在這裡做的 所以旁邊電鐵爐 爐壁 鐵渣 玻璃珠 又跟史上行的東西一樣 對不對 好 那兩千年八年 我再往山上走 再挖一個坑 又挖到同樣的東西 挖到房子的結構 然後房子的結構 然後室內跟史上 這已經上到了令霧西中上游的三立移植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看到同樣的東西 它出了一個陶器裡面 最特別的是這種 這種拜著像領扣 小把手的這種很奇怪的這個黑色陶器 作為怎樣 我從那一年開始 我就說服長家 常常弄到這群人都好講話 為什麼 同樣的陶器 植地 行至完全上路的房子 淡水河口有 台北藤地裡面的植物園遺址 植物園遺址的史上文化成有 繞過來北海安有 宜蘭有 花蓮有 花蓮有 玉米有 台東有 蘭嶼有 而且 都有 但是 都 不多 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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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方我都做過調查 來研究 而且基本上都發展過 不知道為什麼 作為一個考驗家 我看到了台灣最奇特的一種現象 就是某一類的陶器 出現在五六個不同的史前文化的 然後我們一直 我沒有辦法簡單 所以我一直要到 跟你們講巴塞人的時候才告訴你 他們的性格是什麼 也就是台灣人裡面有一群人 他的性格是生意人 做生意的 是生意人 我們以為台灣原住民 全部是狩獵跟捕獵 不是啦 有一群人從一千多年 兩千年開始 就做生意做到現在 現在還在做喔 所以有趣的啊 所以我就把這個利物熙的研究 一路拓展到兩千一九年 我就做啊 往山上爬 爬到哪裡 就爬到一個地方叫做官園 大家都知道左九肩 左馬太對不對 這問題 你剪的東西就是這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日本人怎樣 到台灣山地各處去 左九肩 左馬太去打原住民 一路上來 泰魯閣戰役 他就死在泰魯閣戰役 然後這樣一路推移的過程裡面 我既然踩到什麼 淘擠 我以為我只是上山調查日本人的古道 結果發現了 死前人老早走過這條路 所以 何凡夜裡古道 老早就有死前的淘擠 而且呢 更早的 有預期 也就是三千年前他就走這條路了 那該死 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這家子完了我的膝蓋 因為我已經不太會走路了 所以我又要上山了 對不對 切得整整齊齊的台灣藝的機器 這個年代放在我的藝的細埔裡面 是三千耶 這下子麻煩了 然後我處理檢查這個 我叫他 他就丟我 試過看就好 結果整個打都死 然後他就完蛋 你看上面有石器 那個斧頭那麼長 桃漆 都是同一個時代的 所以我就投降了 我就說不能丟不能丟掉 我本來丟掉就好了 所以我們到卡拉堡 到古白羊 然後到這個灰黑色桃漆的裴唱品的研究 一路過來 你看這個灰色桃漆的裴唱 我把它醒出來 這個桃漆台灣名 為什麼 你看它裡面 紅色的對不對 它這個黑桃不是真的黑桃 銀埔文化的 我們台中銀埔文化的黑桃是真的黑桃 真的把它燒成黑的 它這個不是真的黑桃 它這個是什麼 燒到快好的時候 先用氧化燒 燒到快好的時候 把那個搖爐或者是土堆怎樣 扛起來灑水進去 讓它環原 跟我們日本兄弟一樣 跟日本一模一樣的做法 好了糟糕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哪裡 與頌老的過代 怎麼辦 一千多年前 但十四年代策畢 兩千三百年前 但十四年代策畢 一路下來 我最近在花崗山的考古發掘 一路下來的證據 全部都是這樣 而且數量多不多 不然是舊四年 所以這下子 讓我覺得無所適從 所以我才開始這幾年做這個研究 你看這是十三行的 然後這是這種黑桃 這是從德的 然後這是花崗山的 然後再過來 你看這是蘭嶼的 蘭嶼國中出土的 你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怎麼辦 你一定要找出一個解釋它的方法 我找到解釋方法了 就是我認為它跟歷史學家講的 Diospora一樣 就是一個貿易或交換的 離散社群的人 從外部遷入台灣的社群 所以這下子你問我 考古學家會不可以研究歷史嗎 可以不可以把這個歷史和當代的歷史 一路連在一起 我告訴你百分之百分 所以我這個給大家看 放到這裡 因為這個太複雜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很細的跟到 就是這樣 我就因為時間到了 我就不跟大家 因為這個是比較複雜的研究歷史 然後第二步你看 我這個講不完了 很抱歉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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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在講那個 佐久天佐馬太的事情 然後 最後 等到 我們當代人對於這個地方的影響 帶著我的國家風險發言出的通道 我就不太講 因為時間到了 我只是提醒歷史性的同學 其實真的要認真的思考 台灣的歷史是一個延續性的發展 而不是一個鍛鍊的持續性的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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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